早安TBS 晨天快来需要带您掌握国内外最及时的新闻内容 首先要带您看到的是财经焦点 现在美股表示是相当的强劲 因为在台积电法税或公布三非常强劲的第三季业绩之后 其实也让回答受到提振 虽包含台积电ADR就黄标 盘中是一度标破12% 收盘也上涨9.79% 根据联合报报导 除了刚刚所说的台积电ADR之外 道琼工业指数同样是因为强劲的经济数据收盘之下 其实也创下了新高 最后是收在43,239.05点 上涨了161.35点 此外这辉达跟台积电的强劲业绩也提振了整个市场 但主要的这个股指在收盘前是回吐不分的涨幅 而在9月的零售的数据也显示出 消费者的支出依旧是非常的强劲 不过要看看这iShares的MSCI 中国ETF在本周确实下跌超过8% 也创下了两年来的最糟的周表现 另外在金融房地产还有公用事业的类股 其实表现也非常好 至于的麦当劳的股价目标同样也是被调升 好 今天是国际焦点 要带您看到的是这个以色列 他最新证实了哈马斯的领袖辛瓦已经被击毙 根据中国时报的报道 其实这个从去年10月7号就策划 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巴勒斯坦组织 哈马斯的领导人辛瓦 以色列证实他已经是丧命 而且也说这起事件是以色列在军事 还有道德上的一项非常伟大的成就 美国总统拜登自己也表态了 他说这对以色列或者是对美国 还是世界来说 其实都是非常美好的一天 不过拜登他自己也说 接续比较重要的是很快就会跟 纳坦雅胡总理还有其他的 以色列的领导人要来通话 主要就是讨论要如何把这个人质 平安的带回家 更点出现在是考虑加上下一步行动的时候 是非常有机会在哈马斯 没有掌权的情况下来达成政治解决的方案 好 再说要带您回到的是国内 也就是我们采购的F16战机 总共是有19架非常有可能 预计在2026年的年底就有望全部的来交付 根据联合报的报导 其实这一回我们向美国采购的 66架F16 Block 70战机 首架的战机预计在今年底就会交机 而且进行相关的测试 而刚刚有提到 其实有19架现在已经正在生产当中 预计2026年的年底前就会全数的来交付 至于国防部部长顾立雄 他就回应以人力的来说 其实现在还是需要增加114位的飞行员 而且依照相关的需求来调整整体的训练的规划 而在空军参谋长王德阳他其实他也说了 针对第七联队的人力需求 已经做出了非常妥善的规划 而且也调动部分的战机进驻台东的制航基地 要来进行军事的任务 好 最终要带您看到这个前总统蔡英文 他其实目前这个访欧的行程还在持续当中 不过这一回他也成为首位踏进欧盟总部的现任元首 根据《正时报》报导 其实这个蔡英文他在2024年的10月17号 就是在昨天抵达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也成为了第一位踏入欧盟总部大楼的台湾现任元首 而且他在跟超过80位的欧洲议会 还有国会议员交流的时候 其实他也强调台湾是全球供应链的可靠伙伴 而且也呼吁要来民主的社会团结 主要就是靠这样子的方式 才可以来应对中国对台海现状的威胁 不过同时他当然也感谢欧洲对台湾的支持 而也点出面对威权主义的挑战 台湾跟欧洲始终是新手一起来前进 好 最后带您看到的还是疫情的最新发展 最近要留意的就是登革热 因为在苗栗是出现了首例的本土个案 专家就示警了 他们非常担心 这个会接续的一起来扩散 根据联合报的报导 这一回苗栗县的本土登革热的病患 是一名大概30多岁的男性 他其实从本月的7号开始 出现一些发烧的症状 不过在16号就确诊感染 登革热的第一型的病毒 不过这个case因为他没有海外旅游 或者是疫情风险区的活动史 所以整体的感染源 其实还要再持续厘清的 而疫苗栗的卫生局来说 目前是已经启动了扩大筛检 而且把患者住家附近 列为是高风险的地区 但是刚刚有提到专家就说 如果我们不迅速的控制 非常有可能会导致秋冬疫情爆发 来帮您统整一下 其实累计到现在 全台已经有236例的 本土登革热的确诊 其中入下后是累计72例 而新北市最多则是占了66例 其他包含台北市高雄市 还有刚刚提到的苗栗以及花莲 也都出现相关的病例 提醒您还要再多加的留意 以上就是为您掌握到 最及时的新闻内容 将镜头将来给你直播一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